在我們教學影片裡面,我有一個沒有特別提到的就是這裡 我的那個FMQ的部分 如果呢,各位你有比較多張圖片 你要一個一個加進去再排成這樣子 要不要花一點時間?要啊 有沒有比較快的?有 第一個是直接用這些檔案建立新的合成 第二個是你已經合成存在,我把它加進去 那你有兩種方法你可以看 我這邊已經加了,在這邊 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New Camp From Selection 這樣 它在這邊呢,就有這個選項 這個選項 你要怎麼排每一張 要播放多久的時間 這樣是不是兩秒鐘?對不對? 然後呢,如果你要變成連在一起的 我們如果這裡沒有勾 它就是把圖層一個一個這樣疊在一起 如果你這裡有勾起來 Sequence就是連續的 它就會變成什麼? 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一個,兩個,三個,有沒有 但是呢,你勾起來之後 要不要Overlap Overlap就是要不要重疊 就是要不要重疊 所以有重疊的話呢,就會不一樣 那比如說我現在播三秒鐘好了 那我把Sequence Overlap 重疊多久的時間 預設是一秒鐘 確定 有沒有不小心排好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還是你覺得一張一張慢慢拉 比較有成就感 看你自己 好,所以這個叫Sequence Layer 好,叫Sequence Layer 那你也可以這樣子 就是我自己開一個新的合成 現在沒有,沒關係 我就把這些圖檔 你有需要用到先加進來 這樣是不是大家都疊在一起 你再來這邊做動畫裡面 到應該是Layer裡面 有一個叫做什麼 看一下,在這裡 往下走 往下走 在這邊 先加入的 你先把這個時間先調好 它的長短 然後呢,在動畫裡面 Keeper and Assistant 按右鍵也有 它就有這個功能 來我先把它的長度 先調整一下 好,比如說到三秒鐘 Halter加右邊 這樣是不是裁切了 好,到這裡 按右鍵 Keyframe 關鍵格輔助 有沒有Sequence Layer 一樣可以 是不是跟剛剛的選項一樣 Overlap 如果你不Overlap 它就接在一起 就接在一起 那如果有的話 預設一秒鐘 那甚至你要不要轉場 不過它轉場沒什麼 就很單純 所以你在這邊 我想要怎麼樣 比如說有一秒鐘左右的 重疊 有沒有 一樣的 這樣是不是就一樣排好了 不過順序跟剛剛的顛倒 這樣有發現嗎 順序跟剛剛的顛倒 它是這樣上去 剛剛是這樣下來 所以 有沒有不一樣 像這樣 所以如果你的大小 剛剛這種方式是 它產生的合成的大小 會跟你的圖片的大小一樣 如果你自己開一個新的 比如說我做Full HD 那當然你就用我們第二個方法 你會比較方便 會比較方便 這樣了解了 這個是我們影片裡面 沒有跟大家提到的 這個是我們影片裡面沒有跟大家提到的 我會不會想發揮 好嗎 我們會不會想發揮